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6月30日礼拜四的第六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今天并没有去到西九龙高铁站的现场 迎接习近平总书记到访香港 董建华透过公关表示 他目前正在优假 第二单消息 成为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发布最后一篇网誌 总结了任内五年的工作 陈肇始就说 我们努力不懈 不断总结经验 提升能力 力尽致善 成功应对每一波的疫情 好了在讲到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一下董建华继续神隐的情况 九尾露面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透过公关表示 董建华目前正在优假 对于会不会出席七一庆回归 和新一届政府的就职典礼 发言人就说 不作回应 董建华对上一次公开露面 已经是去年的七月 他出席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电影 1921的首映 他在去年的九月 就在玛丽医院接受了心脏手术 后来就缺席了 去年的国庆庆祝活动 12月的立法会选举 和是今年三月的全国两会 在去年12月立法会选举的时候 董建华是透过发言人表示 他现时正在在家休养 故此未能前往投票 而在今年五月的行政长官选举里 董建华也没有现身投票 当时他的公关就说 董建华正在优假不作回应 和今次的回应是一样的 在去年三月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礼里 董建华离场的时候意外摸衬 需要由几个人参赴才能站起身 董建华的身体情况 引来了很多网民的诧疑 我相信董建华目前的状况 不会很好 相信未必能支撑得到他走出街 如果不是 没有理由总书记到访香港 他都不去迎接 特首选举他又不投票 今次的意义很大 因为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批 他又不去 今次香港回归25周年 又是历史性时刻 他又不去 可能他已经是 状况不太好 公关以休假作为堂词 实际他还有一个前任行政长官办公室 丢空在坚尼地道 那会不会林郑和他的公关都商讨一下 那你共用就可以了 不用租这个太古广场 对不对 每年的租金 是在说整个四球以上 那你如果 用回老董那个 雕空出来的办公室 那一样是可以做到事 那虽然我不知道 林郑还有什么要做 因为根据他自己所说 在7月1号之后 香港所发生的任何事 都是不再关他事的了 好了 那现在老董的情况是这样 长期在家里有样的 那你不如就善用资源 他都不会去坚尼地道 做那个前任特首办的事 那就由你林郑来和他一起用 挂名一起用 实际上你全佔他都可以 老董都不会去 是不是 省下公帑 这个我建议而已 好了 那接着我们又看看 另一单的消息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兆耻 明天就会卸任 今天就做完最后一天 他就发表了最后一篇的网誌 回顾任内五年的工作 我就认为 陈兆耻说话真的大言不惭 不过我们听了他到底说了什么 他说过去五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食物及卫生局的同事都坚守崗位 在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 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策略 以及以动态清零为目标的总方针 我们努力不懈 不断总结经验 提升能力 力尽致善 成功应对每一波的疫情 而经过了第五波疫情 面对不断变种的病毒和疫情 持续的大流行 社会也因此提高了疫苗接种 而建立起的免疫屏障 这人在尾尾还想在这里拿回美财 帮自己的面上贴金 实际上你的成绩是做成什么 750万香港市民都有目共睹 什么叫成功应对每一波疫情 你成功应对了什么呢 何谓应对 怎样成功呢 死了九千人 而且在你应对疫情的过程里面 是拿手不成势的 是堵写楼械的 被人看到你是没有远见的 目光如斗 那你怎样告诉别人你是成功 你成功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在他那篇网子里面 他就列举了很多的措施出来 然后就说自己是有工作成果的 他真的这样写的 他够胆写 说自己有工作成果 在抗疫方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尤其是针对第五波疫情 到底他怎样来吹捧自己呢 我们看看 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 在2022年第一季 完善分层分级的治疗体系 进一步大幅调缥国家医院的普通病床 作为专门照顾新冠患者的病床 将九龙中联网的伊丽莎白医院 转为定点救治医院 连同原有的隔离病床 最多可提供大约11,500张病床 即是近半的普通科病床 收治新冠患者 此外 医管局也提升了 亚博管社区治疗设施 改称为新冠治疗中心 以及北大鱼山医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以增加收治病人入院的能力 这人还敢说 第一季完善了分层分级的治疗体系 即是从源头来分流 本来我们一早就已经说了 在外国一早就已经做了源头分流 不会乱叫那些 怀疑自己染了新冠的病人 就一直去急症室看症 你过去那两年多以来 特区政府一直就哭怕 说到这个新冠疫情 好像是世纪绝症一样 说到有部分的市民 当初真的信了 后来才经历了第五波疫情 知道什么一回事 大家才生活如常 才是没有再 好像以往那两年那样 一直都好像不知道在害怕什么 你过去那两年 就利用这种恐惧式的宣传 搞到有部分人 他是轻症的 有少少说喉咙痛 或者是发烧 就马上去急症室 尤其是那时候 你卫生署的官员 都有叫市民这样做的 喂 你这些什么 分层分级的治疗体系 不是在过去那两年多以来 一早要想定的吗 你要有应变计划的嘛 喂 终须一爆的这件事 对不对 我们一早都预计了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会知道 任何一个地方 九首必失的 包括现在澳门街亦都一样 那好了 你过去那两年多 那么长时间清零的 喂 原来你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你没有一个周全计划 没有想定一旦大爆发的时候 怎样做 哦 去到后来 才懂得从源头来分流 叫那些人不要去急症室 再后来就懂得开发热门诊了 我们也有份在节目那里建议 是不是 我们一早说了 当然他后来有跟 但是不是说我们高瞻远足特别聪明 我也不是读医 不是读什么公共卫生 我只不过是有基本的常识而已 喂 自己不懂那些东西 你参考一下外国的做法就可以了 外国是用了这么多的人命 用了这么多的牺牲 来去堆叠了一些经验出来 你照抄功课就已经可以了 是不是 不用你陈兆耻自己想的 跟你读什么出身无关的 你不懂你就抄功课 你抄都不抄 好似在这一帮人思维素餐那样 哦 杀到来的时候 不知道怎样应对好了 还说成功应对每一波疫情 你怎样成功啊 大哥 后来才知道 哦 源头分流就可以了 轻症和无症状那些 你不要再搞了 不要去医院了 下街去诊所那里买这个 退销药 那时候袁国勇教授就这么说了 喂 一早你们不讲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两年多以来 你做些什么的宣传功夫啊 是 那结果就造成了一个什么的现象呢 就是有部分人 根本上他就不需要去医院的急诊室 接受任何治疗或者救治的 在家里都可以拗好 吃药都可以退得到消 医治得到他的症状 那些人就去占用了急诊室的资源 喂 有部分老人院的长者又怎么样 啊 啊 因为打爆了急诊室了 于是乎他就进不了院了 他就在急诊室外边那些 那些帐篷在那里等 在那里吹风了 会不会有些是 喂 那时候温度这么低 吹风的时候 加重了他的病情 喂 如果你不是叫人打爆急诊室的话 令到这些人能够进得到医院里面 能够及时这样接受得到治疗的话 可能他不需要那么早就香了 对不对啊 所以你陈兆史说自己成功应对每一波的疫情 你怎么成功呢 啊 好了 另外他还说一样什么呢 他就说 在2022年的2月 推出了居安抗疫计划 安排经评估为合适的密切接触者 及其同住家人 进行家居检疫 一早就叫了你不要叫那些轻症和无症状的人 拿到医院了 甚至乎连这一个什么 隔离荒仓都不需要去 那你的肥妈都不去啦 是不是啊 他就在家里啊 你就在家里等他拗咯 是不是啊 几天就能够好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是要监他去那些荒仓 还有啊 你今年1月2月的时候 逼那些市民到街上做了那些检测 啊 结果呢 有很多人大排长龙牌 很多个钟头又下着这个大雨 很多人是长者来的 行动不便的 要参乎拐掌的 你好不好意思啊 自己成功应对 我想大家都还有很有印象 是吧 这些画面 还有啊 后来许树昌教授自己也承认了 在这个排队等候检测的过程当中 是会增加了感染的风险的 会不会有些人 他就是在那里感染的呢 你还说自己成功应对 蛤 所以呢 就是按照着惯例 一般那些官员做满任期的话 那些高官呢 就会获得金子经升章的 我就说呢 陈肇始是不应该接受这个勋章的 就算林郑月娥有份提名 你都不好意思拿了 是不是啊 九千条人命 那我就很公道的 喂 就算换了不是陈肇始去做这个局长 是找一个医生去做 或者是找另一个很聪明的人去做都好 一样是会有人死的 但是 喂 会不会是死九千人那么多呢 就另一个的问题了嘛 啊 那所以 喂 无论 即是怎样都好 你陈肇始 即是如果真的 获得提名是拿这个分行的 你自己都应该会做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去拿呢 你是不是很容易试去拿呢 我相信他真的是很容易试的 你看他今天写这篇就知道了 他成功应对每一波疫情 他都没有半分的惭愧 也是没有道歉 他没有应何柏梁总监的要求道歉 那就是根本上呢 大家就看到 整个问责制就好像是 荡然无存那样的 2003年的时候 喂 当时的卫生局长 杨永强 喂 他都懂得鞠躬下台啦 是不是呀 沙子的时候 喂 那你现在 如果你有分行的 豈不是对杨永强很不公道 蛤 你人是很离谱啊 唉 那整个工作成果呢 他就列举了很多出来的 那我不逐样说了 就是他那篇的文章 几千字都有 但是我就觉得他整篇都是堆砌出来的 不堪入目 而且呢 现在更何况的就是 你终极爆发了以后 你还不去通关 你是拼什么呢 是不是呀 你还不拿着这个机遇 比如 来到去 啊 向国际通关 重新这样呢 集中的精力来到去 发展经济 下半年呢 是会很惨的了 因为一定是会面对着一个高速的通胀 啊 西方国家现在面对着 香港走不掉的 你基于那个联会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